那如果延長的話 各級學校停課是否比照 再來就是雙北的民政局 他們有統計確診死亡的火化數 跟指揮中心這邊公布的死亡數搭不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這個計算上面有一點誤差呢 另外這個中研院院士陳培哲 他有表示說台灣的高端跟聯亞 採用的都是蛋白質次單位疫苗研發的這個技術 那麼跟美國這個生技公司 他們投入10億元的這個技術是一樣的 那麼他們都還沒有通過 那麼台灣怎麼可能在7月率先辦到這樣子 那麼他們也看說像以這樣子的標準來看的話 是以台灣標準來通過 並不是國際標準 那三期試驗 國內的受試者也明顯不足 這方面要怎麼克服 謝謝 就是說整體來講 大致上我想大概下個禮拜 對於這個我們的警戒的一個急 要警戒的一個時間或各項的措施 然後下禮拜行政院也會統一的來對外來說 那第二個就有關於這個死亡裡面 他有什麼不同 那他們在接受是看醫師或是檢察官所開立的死亡證明 那他們統計的部分是統計 在死亡證明書上 只要有寫到 新冠 因為是新冠肺炎或是新冠肺炎 特殊傳染病 或是肺炎相關的等等 他們就會一起一併做統計 這個是看死亡證明書 那指揮中心這邊所有的這個跟 是確診是經過判定之後 那做出來的 所以這個一定會在數字上會有所落差 那有關就是以前大概也 我記得大概幾個月前大概都在問這個問題 那個時候是看到國外的有一些報告 那大家重去追 好像就是我們本部的有兩個黨 就好像不太一樣 那一個是死因黨 那個是傳染病裡面致死的 那傳染病這個黨裡面是比較嚴格 那死因黨裡面是只要有牽涉到的 都會把他算到裡面來 所以相對這兩個黨的數目字是不一樣 那所以跟那個民政單位那個也是一樣的問題 他是類似像我們這樣的一個死因黨 只要有牽涉到一點 可能性的 他都會把他算到裡面來 那至於在疫苗的發展 這是要靠科學的數據來說話 我們當然有期待 那但是一切還是以科學為準 部長好 想請教一下 目前鴻海接洽BNT的進度 原廠授權書取得問題是否解決 那到目前還有哪些企業有接洽採購 文件是不是已經送到指揮中心 另外有中國官媒提到 就是說 報導說台灣要捐贈30萬疫苗給友邦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另外要帶其他媒體提問兩題 就是有在檢疫所隔離的確診病患說他回到社區 可能會成為破口 因為解隔離不用再接受採檢 那這部分 輕症或無症狀的解隔標準會不會再討論 那未來如果說身為4級的話 是除了 可以維生的這些場所還可以營業的話 像是外帶餐廳 傳統市場超市這些也算是嗎 謝謝 好 那超市那個等一下再說明一下 那目前我們沒有捐贈疫苗給國外的計畫 最多可能是外交部對相關的友邦運用 原來就要給友邦的一些相關的 支持的經費 那讓他們自己去購買疫苗 在我知道我們這邊不會有 在目前不會有捐贈 我們把國內要用的疫苗捐到國外去 這是目前是絕不可能 那第二個相關的這些文件的資料 事實上在辦理的過程裡面 那有很多是有幾乎 這個如果進來之後 那這個幾乎都是要由政府來負責 所以我們政府可能要有一些同意的事項 那這些來來去去 我也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也希望來安排一個視訊會議 那跟這個相對口的比如說BNT 來了解一下他們的需要是什麼樣 那能夠讓他進行的更順利 好 針對三級警戒會不會延到6月28號 陳時中說這個會由下週行政院來做統一說明 另外他也曾經並沒有要捐疫苗給友邦的計畫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可是他們即便在最後還是要在派出所 請用判斷 這個信息 請用判斷